近年来,澳门进入常态化抗疫,而长者是最需要社会关注和支援的社群。 在疫情上,古链尔康协会一直都关心长者的社交生活变化和身心健康问题。 同时,我们也都留意到,政府在开展各行防疫措施上应用了电子科技设备, 例如,上传抗原测试结果、出示健康码、参与传闻核酸检测, 这些都考验了长者使用手机的能力。 故此,为了响应特区长者日,我们虎联健康协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引起大众关注,长者是使用网络科技的协助, 关心长者在疫情后的新心需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rovided 按照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helai 所以才会 让我们看待长者在节目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gur! 安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归线格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照 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除此 会有这种尾 orang当然在栏目 识到这样的人满开除明镜与点栏目 電子化的業務 我覺得就是大家互助 青年就可以不要介意他們考得比較慢 又或者要問你很多次 讓我們的長者參加大眾興趣班 一流令到我們老友所學 好好啊 等我的老人交得獎知識 學得交朋友 新科技 老友所學